台中市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 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 可是因为对比其他 有一个未来新的城市来讲 其实可能要走得更具有环境意识的这个部分 然后科技当然就不用讲了 可是我觉得最基本的 还是台中市它本身的文化 因为那越在地越国际 你越是有文化你的知名性越高 所以我觉得台中市在未来 也许可以从文化面的这个部分 再去做更多的发展这样子 那当然台中市本来得天独厚的区位 已经是很明显了 气候各方面都很好 所以我在想说 也许它真的是未来台湾蛮宜居的这个城市 很多不管是大人小孩老人 它事实上就很适合在这个地方 有点像是未来我想象说 2050台中是台湾的一个 居住的天堂 儿童的乐园 我会觉得其实一个比较好的城市 应该是很人性化的一个城市 有时候我很害怕是那种都市太过于相近 不管在中国大陆很多城市的发展 或是在可能先进日本的一些新的开发区 如果把你眼睛蒙起来 然后带你到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把那个文字都拿掉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所到的地方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太好 回来思考一下还是觉得 那个为什么有很多有名的古城 从几百年来它就是这么有名 就它一直维持到它自己的一种氛围 所以我觉得台中市在每一个区 它事实上都有它的一个独特的这个点 看要怎么去把它做一个活化彰显出来 那我觉得应该是会是不错的 那我觉得低碳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 从最近的这个天后的这个状况 你大概就知道 就是说这个的确是很剧烈的变化 那低碳这件事情 其实它牵扯到了很多面向 十一住行域的 这些大概都是跟我们的低碳都会有关系 如果真的就低碳这件事情来讲 可能那个碳排的减少应该要最重要 那这个很直接冲击到就是我们的交通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那个路网的行程 要非常非常健全 以我们的这个网状型的这个路网 去思考看有没有可能 就是用更快速的接驳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它就是有可能 减少大家使用这个机器车的这样的机会 那以这样才会有可能释出更多的空间 给未来的这个比如说 可能营造出更好的绿印大道啊 从景观面来讲 我们可能也可以去做更多的这个呈现 所以它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 生活的博物馆 有时候我们在了解这个地方 我们对这个地方更深切的体验 其实是就是它不是被关在一个空间当 它事实上就是在 活摄真的就在你的眼前 在户外也是一种形式的展现 事实上小而美的这个东西 反而是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进来 那我觉得年轻人可以去想一想说 依照他们的这个想法创意 未来哪一种体验会是他们最喜欢 那台中市有很多 不管是中区也好 或是其他的这个旧的这个区域 或甚至可能是在我们讲那个 原有的这个台中县的这个辖区 事实上它有很多很多好玩的这个部分 那产业面的多元性 其实也是台中市的一个特点 那年轻人事实上他可以 不要只是看到旧的这种市区的这个东西 也许它还更宽广可以看到更多 那台中市当然还有很多的 原民文化的这个部分 就是它的多元性其实是大家可以去多做考量的